你用File的方式是最簡單的 那只是說你可能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 假設要開檔的話 比如說我們這邊 請各位在 在那個 假設我今天希望開啟一個檔 比如叫什麼file1.txt 那你特別注意 你可能要先到你的根目錄底下 那我的根目錄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我的低疊底下的那個什麼 Python的Workspace 那我在Workspace裡面 建了一個專案 專案裡面的話有一個 那個 有沒有在專案裡面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你的專案檔 他一定是在Workspace裡面有一個Package名稱 P1 那我希望在裡面的做什麼呢 增加一個 讀取某一個檔案的話 那這個檔案目前應該是不存在的 你可以只按右鍵 這邊new一個file也可以啦 或者你可以到根目錄底下去先進 假設我是在這個根目錄裡面 新建一個檔案 新建按右鍵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新增 新增的話 你可以是testfile 然後呢 存檔之後 假設一個testfile裡面呢 我們把 打一些字啦 比如hello Python 中文字測試 這個中文字測試 還蠻重要 因為 基本上 如果你不打這個的話 他當然 沒辦法測試是不是亂碼 那這裡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存檔的時候 假設 理論上 預設池 他這邊 有沒有發現那個 因為windows環境裡面 他的預設編碼一定是 CP950 那在那個windows裡面會是顯示什麼 Ansi 實際上對照到Python就是 CP950 OK 最常用的其實就是這個 CP950 或者是說什麼呢 UTF8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另存新檔 預設是 Ansi 你file檔案 如果預設 Ansi 不會是亂碼 可是如果 一般習慣在Python 會用是 UTF8 所以如果你要做那個資料交換的時候 假設你存檔 或讀檔的那個編碼方式沒有注意到的話很容易造成亂碼的問題 其實主要是這兩個 因為 我前面講過微軟他就是跟人家不合群 他就是喜歡用 不過也有他歷史 因素啦 他當然 UTF8 UTF8 這個unicode是後來才產生的 所以理論上 存檔他會用 Ansi 那如果說我另外再存一個 UTF8好了 那你另外存一個 UTF8 也許在這個名稱叫 File UTF8好了 我存兩個檔 我們做測試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所以你等一下 至少第一個 你要先在 你的根目物裡面 增加兩個file 一個file這個是 記得 這個是預設的 用 Ansi 另外一個是 UTF8 來試一下 這兩個 開啟檔案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結果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在 那個 第一個先準備檔案 因為我要把它開起來 我們待會 教各位 第一個先開檔 再來就存檔 反正不外乎 就開檔 存檔 OK 那開檔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就是說 它會有亂碼的問題 那首先 我們如何開檔 那開檔的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利用它預設裡面一個 Open的方法 那你只要告訴它什麼呢 我在根目物裡面呢 會有一個什麼呢 有個檔案 就是file 點tst OK 這個字串 那後面 豆點的話呢 就是 加一個r 加一個r 表示read 如果加一個w 表示是写 反正就是r跟w 最常用到的 那它還有其他的 不過我覺得其他的 用到的機率還蠻少的 所以你記得就是 讀就是r 写就是w 這個時候的話 會創一個物件給你 這個物件的話呢 就是幫你把 資料讀到這個物件裡面 那你可以 for line 它會一行一行讀取 你可以把這一行讀進來 然後面的東西 幫你把它清掉 它後面會多一些 符號啦 你把這個符號給清掉 and等於空的 表示說它那些符號呢 把它清掉 你可能想說 老師那個 這個清掉什麼 我不知道 沒關係 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設中斷點 看一下就知道了 到底清到什麼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先demo一下 看一下 到底會有什麼差別 就是你開啟 那個 file.tst 能不能開 我們測試一下 知新 OK 開起來 中文字是ok的 那假設啦 第二個 我剛剛是不是在這邊加一個底線 utf8 因為我另外要存一個 utf8 OK 點tst 那 預設的那個是用那個 CP950 可是如果我今天存檔的是 utf8的話 你會發現 直接執行 按OK 你會發現 錯了喔 為什麼錯了 他跟你講說 這個你裡面的東西不是CP950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Python裡面如果你在Windows環境run的話 預設的 編碼方式 一定是 CP950 ok 如果你是從網路上撈來的資料 或者是說從外部抓來知道可能是utf8 那你就會造成這種錯誤什麼 無法開啟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這個地方無法開啟的話 你 這個地方要不怎麼樣 你就是要把 剛剛這個檔案 有沒有 打開 另存新檔 把utf8 存成這樣子 這樣好像不是什麼 太好的方案 第一個方案 就是 把它轉存成 CP950 他就可以開了 第2種方法的話 就是你可能要多一件事情 就是在 這個 參數後面多加一個什麼 encoding 等於什麼 utf8 也就是說你在 第一個參數是檔名嘛 就是根本位下的檔名 第二個是讀取 我們是用ride的 第3個的話呢 就是多加一個什麼呢 多加一個 你要讀取的 編碼方式 那個編碼方式的話 等於是說在這個後面 我多加一個敘述 就是encoding 等於utf8 這個敘述 所以你這邊的話 等於是多了一個敘述 這個敘述 encoding 等於utf8 其實 如果你是CP950就不用了 如果是utf8就要 OK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有點像我們最早 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好像在那個 我們 會在開頭地方加一個 coding的方式 類似像這樣 如果你encoding 等於utf8的話 再去開這個檔案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開了起來 就多一個 告訴他編碼方式是這個 不過 只有是utf8才需要 如果你是那個什麼呢 你是 原來的 AMSI就不需要了 我們來試一下 你會發現 這時候開起來就沒問題了 所以呢 在那個 檔案的開啟 讀取 裡面最可能發生的錯誤 我們把他指出來 就是這個 多一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建議是你可以到那個你的 Workspace應該知道吧 你們根目的底下 這個Workspace裡面的 我的專案是TESA 所以如果你的專案取的名稱 跟我不一樣的話 那你可能稍微找一下 那我的package名稱 是 這個 你到這個裡面呢 按右鍵 新增一個 文字檔案 你可以把它重新 重新命名 反正這個地方的話 我是叫file 也許file1 那你把它打開來 裡面的話自己在 裡面 打一些中文字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比如Hello Python 然後中文字測試 然後底下再打一些 文字 主要是做測試 確定能不能開啟 那將來你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大部分都是跟 編碼方式比較有關係 我想這個是 檔案 讀的方法 OK 那寫的方法 該怎麼寫 寫到裡面 當然如果未來我希望從網路上撈了一些東西 我要存出去 因為如果你不存檔的話 放在變數裡面 可能就會 消失了 OK 那這個該怎麼做 時間也差不多 我想說 肚子餓了 那試一下 檔案的讀跟寫 然後面當然我們還會配合就是說 資料庫 資料庫也是 讀取 跟寫入 反正資料庫不外乎就是 把資料讀出來 把資料寫進去 或者頂多再增加什麼呢 增加那個編輯功能 所以資料庫不外乎就是新增修改刪除查詢 大概這四個主要方法吧 其實檔案也差不多啦 反正就是 你要把資料永久儲存 那儲存的時候呢要特別注意 就是編碼方式 所以也許Write也是一樣 你Write出去的時候也要注意一下encoding 所以後面加一個encoding 等於哪一種編碼方式 試一下 可不可以 你終於想要做什麼事 想要做什麼事 我可以做什麼事